阿囉哈! Chimmy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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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們SweepidawSweepidaw的環節囉 那經驗的話呢 我看到一個東西 我感覺怪怪的 怎麼會有這個超級稀有必中確定時間 怎麼這麼快 然後我就看到了 我們這邊銀河美少女裡面 多出了C面孔在我們的風神溫地旁邊 OMG 白頭髮我的天 然後這邊重點是呢 如果這邊就已經先開超級必中的話 就代表這兩天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這個 復活節加年華這邊基本上的這個 超級必中的這個時間了吧 因為可能前面就已經開的話 但他後面那幾天的話應該就不會開了 所以OMG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這隻這個全新的妹子 叫什麼名字 他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鐵龍的這個佩卡薩 這個是 就是單純遵從父親 然後 對 然後他應該是一個 爸爸控 然後毫不猶豫地發射這個 雷射這個角色 看起來是這樣 然後 那邊有 有召喚能力 能死漂浮於敵人而不死生物 這個攻擊下降 所以他也就有召喚能力 所以他可以用我們就是那個 精靈的這個部分 就是跟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 伊邪納希他們是一樣的 就是可以召喚這個 精靈的這個樣子 所以後面的話基本上都是 召喚性的角色是不是 來看一下 鐵龍的這個佩卡薩 然後最近大家看到我影片應該就會知道 就是這邊一直在吸鼻子對不對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從日本回來之後 我的這個鼻子啊就是 就是鼻涕就蠻多的喔 就是 也不是鼻涕啊 就是 就感覺就是會那個 必須要醒一下喔 就以前那個量也沒有那麼多 就不知道是不是 從國外回來 然後身體覺得就是台灣這邊的這個 氣候可能要保護一下或幹嘛之類的 有可能就分泌的這個比較多 所以我一直在那邊 醒鼻涕 就是 醒鼻子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就是比較介意喔 好這邊 鐵龍的佩卡薩 射程場有時候能使這個漂浮敵人 和不死生物的攻擊力下降的這個角色 打倒不死生物屬性可以阻止其同生 然後犯了攻擊 可召喚並盡能使敵人動作變慢的這個精靈喔 有召喚能力的角色有以下出擊限制 同一隻角色無法同時出擊兩次 喔 所以他們這種角色說真的也不知道 他們就已經厲不厲害欸 就是數據上面指示的話 如果他們只能出一隻的話應該 那些三維什麼能力應該都會比 就是可以出好幾隻的這角色還要高吧 所以這隻的話應該 應該也會算是蠻不錯了吧 是嗎 各位就是那個貓戰的這個資料庫們 大佬們你們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這個 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對的喔 好進化之後變成這個 鐵龍的這個佩卡薩這個V 我也不知道這個V是什麼 VTuber 哈哈 射程場必定能使漂浮敵人 和不死生物的攻擊力下降的這個角色 打倒不死生物屬性的這個敵人可以 可以屬指其重生 犯攻擊可召喚必定能使敵人動作變慢的這個 精靈喔 這就是我們這個 最新的這個銀河美少女的這個角色 現在就有這個超級必重了耶 大家有沒有已經抽到了 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要不要來抽 自己個人也是應該 是妹子的話就會想抽啦 說真的 對啊 是妹子的這個意願就蠻大 而且又有這個超級必重 只是我們現在這個罐頭的這個數量真的是 呵呵很可憐 2279而已好不好 可憐到一個爆炸 只能到時候再看一下 反正有必重都不虧啦 好那這邊的話先來刷一下這個 快速的這個亞西比沙漠 萃萃石兩個 然後應該就ok了 哇對喔是應該也要打一下這個 巨大生物來一起 打一下好了 因為這邊的話基本上喔他 有啦因為我們之前有checkpoint的 所以我們只要從這邊開始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打完這個關卡 然後後面那個 按貓眼石 喔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打到checkpoint的話 好像都會從這個第十層開始啊 所以還就是算蠻爽的蠻爽的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 改造生物確實要趕快 來打一波這樣子喔 然後沒問題 現在感覺 之前最缺的就是那個 貓眼石之類的耶 之前就是還沒升這個角色的時候 都還不覺得這個貓眼石很缺 然後現在就是 要升一堆角色的時候 覺得最缺的就是NP跟這個貓眼石 尤其是按貓眼石啦 然後那個超級西偶的那個 超級西偶的那個黃色黃金貓眼石也是蠻缺的 哇各種缺缺缺耶各位 那應該就是要一直上來按東西按東西啦 那個才會就是 比較能夠補足這樣子 但是現在目前都感覺好像 都還算是可以啦 啊那個按那個什麼 NP的這個部分是因為 我們最近這個抽貓的這個數量 這個抽貓的這個次數確實也是比較偏少 所以就 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應該還是可以用一些方法 比如說我們可以就是用我們這個 貓咪券 就是去打一下我們就是那個 臉戈啊 或是打我們就是那個 然後打我們就是那個貓咪券的這些關卡 然後用那個基礎貓貓 把他們分解 因為他們也是可以變成這個NP的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然後你又可以就是 再累積更多的那個什麼 累積更多的這個 藍色珠珠 然後藍色珠珠可以去換我們這個金券這樣 好 好 警戒石先打掉 我記得我們那個什麼啊 我們那個 月中的那個強襲關卡好像還沒打到第五關對不對 要去補一下 那不打我們就完了 我們就會忘記我們那個什麼 忘記我們就是那個 白金碎片 因為最近我們資源是確實有點偏少啊 而且連我們就是那個貓領騎啊 跟我們就是那個 跟我們那個什麼 跟我們就是那個加速這些環節 因為我們現在 最近這個金融卡沒辦 最近這個金融才在過省當中 然後 那過省之後才可以就是開始 就是買一些就是我們那個 悄悄的這個該什麼說 就是通行證之類的 然後大家有留言說 哲平以前不是有刷卡過或幹嘛的嗎 怎麼會現在才在辦卡 因為我以前的都是那種金龍卡 就是我給自己限制啊 就是我自己不要就是花超過 就是我銀行裡面有的錢 因為信用卡的話 他就可以就是先預付嘛對不對 就是就算你銀行沒有錢 你還是可以就是先刷 然後你就是之後就可以就是 分期再還掉或幹嘛之類的 那我是為了就是讓自己不要這樣子 所以我就沒有辦這個信用卡 但後來會辦的原因就是因為 有朋友就跟著名講說 啊你幹嘛不辦 因為你刷卡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會有紅利啦 就是你可能刷了很多筆之後的話 他可能就是後面給你就是 你要買一些東西的話 他就可以折個這個一兩百或是兩三百 那其實其實你多刷 你有這個信用卡去刷的話 好像會有一些紅利跟什麼東西 那好像好像就還蠻賺的啦 就是 與其就是你本來就會刷對不對 你還不如就是刷那個就是 你刷完之後會有一些 紅利的這些東西 好像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所以後來就是因為 前段時間就是被詐騙嘛 然後詐騙完之後我才想說 那就乾脆一起辦好了 對啊 然後現在還在等過省之下 因為我沒有辦過 所以第一次通常要辦卡的時候 都會就是 問題毛病會比較多 就是他要看你的東西比較多 因為你可能要看你那個什麼 收支的這個報表啊 還有看判斷你是不是有這個資格啊 然後因為 我們YouTube來說的話 我們YouTube又不是一個很 就是沒有一個 時尚的這個行業啦 就是 他沒有一個固定穩定的一個薪水 所以他們就是要再看一下 就是我們沒辦法有一個 太完整的這個財力證明 喔這是那個YouTuber 當那個YouTuber比較尷尬的一個地方 但就不知道會不會過啊 現在還在過省當中 如果過的話呢 我們應該就可以就是 買回來我們就是那個了 買回來我們這個黃金會員了 然後 要不要繼續買罐頭要看一下 因為最近真的是那個 有點結局 可能明年吧 我最近好像說過就是要再等個差不多兩三年吧 我就是 開店的那筆錢先給他弄回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再比較 肆無忌憚的這個揮霍一波 哈哈也沒有啦也沒辦法了 也沒辦法就是像以前那麽的這個 揮霍了喔 然後警戒LP10沒有問題 我先看一下打完這關 我們先去把那個什麽 先打我們那個月間強襲關卡 那個先料理掉好了 然後今天主要來說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又一隻全新的這個 銀河美少女的這個妹子 然後先問大家會不會抽 如果大家覺得不錯 那我們就這幾天再找時間來抽抽看 不過只剩下2279的這個 哇 2279的這個 罐頭這確實真的 少到我有點不太敢做事情 喔 起源的素海極難 然後打這個關卡基本上都會有一堆那個玉啦 就是本能玉 呃不是本能玉 就是本能珠珠 但是本能珠珠說真的你要刷很多顆 然後才可以就是再把他們往上合啦 就是現在刷這幾顆的話 其實就還是比較偏少 就是因為 他同樣的可以就是往上合 合上去之後就會變成就是 更厲害的這個本能珠珠的這個環節 然後這一關卡好像就是打完我們這邊的這個 這個改造生物啊 或是打一些關卡的話 他都會就是重複再跳出來給你刷 然後你就是要刷到三顆還是兩顆 才可以再合成一顆這樣的概念 好 起源的素海沒問題 給他刷爛 然後我們家也就叫下一隻的這個 然後叫一下這個惡號機好了 惡號機 現在把我們這邊的這個山豬弄死 就真的很奇怪耶 就是 就是我平常就是去日本之前 大家也會一直聽我在那邊一直吸鼻子 但是 然後從日本回來就一直瘋狂吸鼻子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也沒有像是那個流鼻水那種不舒服 因為我是一個會過敏的人 然後流鼻水的話就會超級不舒服 但是這個也不算是流鼻水那種 他就是會一直 就是會一直就是有流鼻涕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就很麻煩 就會一直醒啦 然後也也不會覺得就是很不舒服幹嘛的 好 趕快先來看一下我們那個 應該是還沒打完啦喔 序的強襲 對 我們還差兩關 趕快先 先刷掉這個 這一定得要打啦 這決定要打 先把他給打完刷完 然後我們就可以就是安心了 因為現在是4月16號 下一個的話應該就是月初嘛對不對 那還剩下4天 要趕快先刷完 所以大家這個 不管怎麼樣啊 再滿啊 你一定要就是把這個白金碎片啦 跟我們就是 一些你能刷的東西先刷完 白金碎片真的是基本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這可以的話 你可以設一下那個鬧鐘或幹嘛 然後去 把那個每一個就是有那個什麼 逆襲和馬匠啊 或是我們就是那個臉哥的關卡 他們出現的時候 就是趕快去刷一刷 因為你就可以獲得比較多的貓咪的銀券 那貓咪銀券的話 基本上你就可以有機會獲得我們這邊的藍色珠珠 藍色珠珠的話 你就可以 把我們的那個什麼 把我們的金券給他帶回家 這很重要 OK 然後這邊直接刷完應該就了事了喔 這邊好像就是很多貓紅鷹嘛對不對 哇這關比較麻煩就是他的那個啦 他出的條件就是10隻 那你只能就是 用這個少少的貓來跟他們對抗 就超麻煩的 然後真的是少了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少了我們就是那個 黃金會員的這個加速確實就要打很久了 不然以前的話就是 咿咿咿咿咿咿弄掉 但確實現在目前來說因為我們這個慢速的這個環節 所以我們在打那個 真傳奇關卡或是一些挑戰的時候就比較 不容易那麼容易就直接掛掉了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都是一個很緩慢的這個環節 就可以慢慢的就是 濃錯率比較高 就不會一波倒了喔 至少是這樣子 喔來了這是我們的那個 哇 袋鼠妹子來了 我的天啊 哎呦哇我的天 也沒有辦法那麼輕鬆容易打掉唷 來了 袋鼠老師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去看他的那個圖鑑了 我們幫他取了這個名字 跟他原本自己的這個名字完全都 一點大嘎都沒有 哈哈我們是這個 最愛亂取名字的人啦各位 好先給他打掉 然後這個他掉應該就ok了 然後打掉這關的話還有一關這個 LV15 打掉拿到白金碎片我們就舒服了喔 好那看起來應該是ok然後 待會我們再去換一隻那個什麼 去換一隻那個 黑結技能好了應該會更快一點點 打這個無屬性敵人的 先把這個 袋鼠老師先解決掉應該就舒服了 好 這邊的這個LV14完全沒問題 然後再換掉我們這邊的這個角色 然後來用我們這邊的這個 打一般性敵人大傷害的 有嗎 還是我們就用那個 用 用哪一套啊 哎用這套好了 這套應該也可以 這套有這個 反正有黑結就ok了啦 無屬性的這個 我們有黑結就搞定了 而且我們這邊還有這個耶 風神溫地世界應該是轟爛那個誰 轟爛我們那個噴噴老師的喔 LV15 不過這關就只有出擊十隻啦 所以 控一下就是那個貓咪的這個數量 不然可能就是有一些比較強的就派不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來一個 風神溫地 再加一個魚人貓 看我貓確實也是蠻爽 那個機器有雙拼啊 機器有雙拼 來了然後加一隻 黑結 這樣應該就比剛剛快很多了喔 來一隻我們那個 噴噴老師還沒 怎麼這麼慢 哇出擊滿了 趕快叫一下我們那個 伏努 有全部轟爛你看有沒有 果然還是得要靠這個 風神溫地啊 好像打快一點那個噴噴老師出來了耶 嘿嘿嘿真的耶 可以唷 那不喜歡說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擁有全新的這個角色囉 那你們會不會抽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拉拉 今天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所有朋友的大家 掰掰啦